细小病毒是犬细小病毒感染引起的主要感染于未免疫的犬 以2-3月0的幼犬高发 相对来说成年犬治愈率比幼犬高 免疫过的犬比未免疫的犬治愈率要高 发现早期的犬比晚期的犬治愈率要高 日常生活中健康犬外出接触到病犬或者接触到病犬的粪便唾液都有可能引起感染 细小病毒的主要症状一般表现为频繁的呕吐腹泻起初是糊状然后是水样 严重可发展为番茄样的血便非常危险需要及时治疗 犬细小病毒作为犬重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致死率极高 准确的诊断是必要的 目前最多的诊断方式是犬细小病毒试纸条配合血液检查 家庭可以直接购买试纸进行检验 及早发现犬细小病毒可以大大提高治愈率 小病毒 小病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